第五百一十二节 老奶奶得意极了 自己的身边围着两男两女四个孩子 如果不是李安兰带着李荣去了岭南 自己身边该有五个小宝贝才是 云宝宝小的时候被太多人亲过 所以现在还流口水 这是老奶奶的看法 都是家里那些没用的女人 见了宝宝就不撒手 弄得孩子现在还长不大 男孩子不能长于妇人之手 老奶奶知晓这个道理 可是就是舍不得 云木正在揍自己的旺财 刚才旺财拿大舌头舔了咯咯一下 因为他觉得这个胖孩子的口水很好吃 可是这个动作吓坏了云宝 可是大狗就在一边不走了 又不敢哭 只好向妹妹求助 至于两个小的早就被奶娘抱得远远的 见到吐坡人就抓住 把腿打折 这是云家庄子一条新规矩 老奶奶亲自给老江吩咐的 所以这两天呢 只要看着像胡子的人都要被问好几遍 眼珠子恶绿了 那也要问问是不是吐坡人 这就是没见过吐坡人的下场 二管家老方悄悄的给老江解释 这吐坡人呢 也是黑眼珠 黑头发 黄毛 红毛 花毛的 那肯定不是吐坡人 云木喜欢骑着旺财满院子溜达 云寿也想骑 可是只要爬上狗背 旺财就会立刻躺下 不愿意让他骑 拿好吃的贿赂也不行 一到晚饭的时间呢 家里最积极的 那就要数云木了 丫头说一下 不论他在干什么 都会高高兴兴的 洗干净手 戴上围脖 手里抓着叉子 坐在自己家高的椅子上 等待着开饭 就为这个 老奶奶又臭骂了纳日木一顿 好好的大家闺秀 硬是在草原上混成了鸡民 所以呢 这两天啊 变着花样的 做好吃的给云木 让他胖嘟嘟的小脸 又变圆了几分 云家人吃了亏 自然要告状 长安县阳 大理寺 都有云府管事 递交了诉状 先把事情说出去 免得云家打断 吐坡人的腿的时候 说长安人欺负他 李二正拿着云家的诉状 在看呢 大理寺的人呢 实在是没法断这个案子 只能上交到皇帝手里 吐坡大象的使者团 正在来长安的路上 如果不是好几次都走错了路 到了洛阳 现在啊 说不定已经进京了 李二非常重舍吐坡的关系 一直以来啊 这个高原上的民族 就是以彪汉著称于世 早就想在两个国家之间 建立一条可以有事商量的渠道 可是松州之战 把吐坡人的胆子吓破了 缩在高原不下来 自己实在是啊 有利难失啊 那现在好了 吐坡的二号人物 从高原上下来了 天大的好事啊 可惜 一下山就把云家给得罪光了 以李二对云烈的了解啊 这件事绝对不会就这样轻易的结果 这个叫陆东赞的混蛋 没事干 给自己招惹敌人做什么呀 他在烦恼 殊不知 陆东赞更加的烦恼 一路上行走 一路上长见识 他发现 越是离长安近的地方 就越是富庶繁华 郭西柳营的时候啊 在新丰那更是惊叹的 一座镇子的繁华程度 远远的超越了罗歇 大唐的复数让他明白 什么叫强大 一想到自己在草原上 随心所欲的得罪云家 就恨不得在自己的头上 垂两下 因为在一路上 从官员们口中 终于知道了自己得罪的 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物 当自己向官员们打听自己 向谁学习 才能让吐蕃和大唐 一样复数的时候 他发现 官员们嘴里出现的 最频繁的人物 就是蓝豚侯云叶 陆东赞才不在乎得罪谁呢 战场上厮杀出来的好汉 才不会担心自己受到什么报复 无非是刀剑从里 再早一遭而已 但是他在乎自己的使命 吐蕃人世世代代穷困 生命朝不保夕 每个人都在趁着自己 还能活动的时候 拼命的过日子 在吐蕃不拼命 就没法过日子 和老天争 和野兽争 还要和疾病争 每个吐蕃人的生命历程 其实就是一部争斗历史 生下来 没有因为齐带风而死 算是蹚过了一关 冬天来的时候没被冻死 算是又蹚过了一关 春天没吃的 强忍着饥饿度过了春日 也算是过了一关 一个活到二十岁的男子 就要和天地抗争二十年 吐蕃需要大唐的帮助 需要大唐教大家知道 怎么才能够造出郁寒的屋子 需要从大唐知道 人生病了 需要吃哪些药才能痊愈 甚至连养孩子这种事啊 也需要向大唐学习 到了新风市 空气里似乎都荡漾着 浓郁的酒香 随行的勇士们都不自觉的 舔舔自己干裂的嘴唇 自从品尝到裂酒的好处之后 所有的人就再也离不开这东西了 啊 喝酒喝酒 都是远到来的客人 敬一碗酒 表表心意 不可推辞 喝过一碗酒 我们就是朋友了 酒店的老板就站在路边的老柳树下 端着酒碗就往土坡人手里塞 不喝都不行 红炉寺的官员笑呵呵的说 大象啊 这是新风市上的规矩 酒坊老板都是如此做的 希望您能喜欢这些酒 他们以后啊 好跟您做生意啊 路东赞挥挥手 土坡勇士顿时喜笑开言 端着酒碗就一饮而尽 尝尝了哈了一口气 确实是好酒啊 喝了一碗就想要喝第二碗 老板却把酒瓮盖上了 笑嘻嘻的说 如果还想喝新风美酒啊 就需要拿铜元来买 岂有此理啊 土坡勇士大怒 在土坡喝朋友家的酒 哪里有给钱这一说 这是在亵渎朋友这两个字 老板刚才说大家都是朋友了 那问朋友要钱 这是奇耻大辱啊 老板错误的言行 必须得到纠正 于是比碗还要大的拳头 就轰在了掌柜的鼻子上 打倒了掌柜 踹飞了伙计 再把妖艳的胡鸡 头下脚上的塞进木桶里 自己一群人 这才围着酒瓮 用手里的酒碗 开怀畅饮 陆东赞笑着看自己的勇士 刚刚踹飞了一个胖大的壮汉 又把一个要理论的周年人 按倒在地 给自己当凳子坐 大象 这里是大唐长安 过分放肆 对您没有半点的好处 您已经得罪了云猴 这时候要是连地方官都要得罪光了 您的处境并不美妙啊 红炉寺的官员脸色开始变黑 如果不是因为来的时候 被上官千叮咛万嘱咐的不允许出意外 说不定这会儿自己都会冲上去狠狠的揍吐蕃人 哈哈哈哈 吐蕃人瘀完 这是没有受到教化的缘故 如果大唐教会了他们如何为利益交换 我一定让他们给酒家赔礼并且赔偿 吐蕃人闹得越来越大 一队人对付长街上一大群唐人 拳打脚踢板凳乱飞 可惜这些百姓如何能是这些百战余生的猛士相媲美 一拳打落了为首一个混混样子的牙齿 又一拳轰在了一个壮汉的脑门上 壮汉软软的倒在了地上 杀人了 随着一声淒厉的喊声 原本看热闹的新丰百姓 顿时就把自己手上的东西抛了出去 密密杂杂的杂物落在吐蕃武士的身上 烂菜叶子有枝 鸡蛋有枝 茶碗有枝 最离奇的 居然还有一只活羊 被没看清楚的武士一拳就打的这只羊 肚皮都裂开了 长堵鲜血流了一地啊 百姓们稍微一犹豫 立刻就更加凶悍的冲了上去 在家门口被人家痛殴 太难看 更何况还是一群吐蕃人 这让一向以侠义自称的新丰百姓 彻底的暴怒了 扁蛋 秤驼旗帜 先前还担心自己啊 一不小心打死了吐蕃人会非常的麻烦 现在眼看着人家 一个打一百个 还显得轻僧如意 适可忍 孰不可忍 打死了这些强盗 又如何呀 红炉寺的官员总算是看出来了 陆东赞啊 是故意这样做的 只要新丰市上的百姓 打死了一两个吐蕃人 作为使节 陆东赞一定会提出很多 从来都不敢想的条件 战事结束了 陆东赞的眼底飘过一丝悲伤 七八个人想要和整个街市上的乱民作战 开始呢 还能占点便宜 到后来 双拳难敌四手 很快就被打倒了 顷刻间 这八个武士就浑身脚印的瘫倒在地上 箭打死人了 新丰市上的游民顿时就消失的干干净净 只留下躺在地上的八个武士 瞪着眼睛 无神的望着青天 刚才自己等人 还是威风八面的喝酒 这时候 怎么就躺在地上了呢 唐国的人 真的好多呀 这是护卫们 临死前发出的感慨 陆东赞充满了哀痛 人群里一定有古怪 八个身经百战的壮汉子 怎么可能被一群老百姓给揍得魂飞渺渺啊 不对 这里面呢 有古怪 解开其中一个护卫的衣服 心窝附近的位置上 一道青青的红点 让陆东赞敏月的察觉到了 这是谋杀呀 光天化日之下的谋杀 肯定有一个高手混在了人群里 只有这样 才能悄无声息的干掉了自己八个护卫 红楼寺的官员开始还在大笑 当人群散开之后 八具尸体出现在自己面前 脸就垮了下来 小腿软了一下 他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件事 死了的勇士 必定进入神国 陆东赞小声的对官员说 你不用担心 大唐的人 还是和早年间一样 一言不合 就拔解牺牲啊 明明是大唐人占了忧 红炉寺的官员 却像是死了老爹 搭了着脸 死了人的陆东赞 倒是一个劲的劝解他们 呵呵的笑 完全不把死人当回事 新丰世上的百姓不好处置 法不择众啊 都是吐蕃人先动手的 大家合伙打死了贼头 有功无过 新丰的本地官员这时候 说不定正在起草公文 上报刑部 先一口咬死 吐蕃人先动手这一点 再慢慢的转环 为自家无辜百姓申冤 本来就是自己的职责 这一场大战 断手断脚 满嘴牙被打掉的 可不是一个两个呀 都需要赔偿 这一套流程 红炉寺的人是再清楚不过了 天大的事也不过就是打死了几个吐蕃人 边军一年杀的还少了 大唐的哪一条律令规定只许边军杀人 不许百姓杀贼头的 老江就坐在唠叨摊子上喝唠叨 刚才不小心卷进了人群 没办法 吐蕃人呢 过于凶悍 老百姓打不过 拳头砸在人家身上 像是在挠痒痒 老江看不下去了 只好屈指为全 中指的骨节突出 在那几个吐蕃人的心口啊 击打了一下 让心脏猛的停止 跳了那么一瞬间 全身的劲力都被泄掉 这样一来 老百姓们很容易就会打倒这几个家伙 谁知道一不小心给打死了 喝着牢骚 抛着吃核桃 刚上市的青皮奶核桃 老江最是喜欢 正吃得高兴呢 就见黄鼠 从一间院子里走了出来 很猥琐 四处瞄了一眼 从怀里掏出一包点信 拎在手里 装作刚刚从糕点店里出来 然后啊 才直挺胸膛 背着手快步的走到街道上 好像刚才那个猥琐的人 不是自己 老江看了一眼 房子就知道 那是一个半眼门的 娼妓 男人风流惯了 就像吃馋了嘴的猫 想不偷吃 那比登天还难呢 更何况现在 黄大才着 家资丰厚 钱袋里有了闲钱 不去见识一下 新风市上的呼机 那实在是对不起自己啊 对于黄鼠偷吃这事啊 老江觉得 没必要去管 于是吼了一嗓子 黄鼠心惊胆战的四处寻找 最后发现是老江 这才松了一口气 快步走过来 拱拱手就坐在摊子上 吆喝着卖牢骚的 给自己来一碗牢骚 润润嗓子 看你这德行 嫖恶女人 把自己弄得像贼头 本来长得就难看 那刚才 小心的样子 那就更难看了 别被人家当贼头打死 刚刚揭面上 踩死了八个贼头 黄鼠善善的接滚牢骚 不好意思的说 早年间闯荡的时候 学了一身的坏毛病 英阳是个好女人 我不想负她 可是这有时候 实在是管不住自己 只好这背地里 老江大笑起来 拍着黄鼠的肩膀说 啊 男人家命苦 就这点乐子了 老夫还不是总局 也来楼啊 算不得什么大事 家里啊 安定就好 你看看咱家 侯爷满贡就四个夫人 这还要算上 公主这个没名堂的 大户人家里啊 就属咱家最干净 院子里住着都舒坦 侯爷当初说过呀 糟糠之气不下堂 老夫也是这么认为的 出了门在外 玩耍一下没关系 就是不要领到家里来 啊 喝烦 云家庄子啊 可没有这种笑话 给别人看 黄鼠和老江喝完了牢糟 骑着马经过 细柳营的时候 突然发现 土拨人的营地 老江瞄了一眼说 嗯 顶头的 一定是一个织兵的 你看他们的营寨 法度森严 屯兵就立寨 还把溪流里的水 引到了营地里 挖了个大坑储存 这是在防卫火供 五百人的营寨 算是坚固的了 兵库 粮库 泽重库 都已经立好了 难道说这些土拨人 要在这里常住 不进长安了 黄鼠的脸色古怪 掏出匕首就刺进了旁边一棵树的树干 硬是拧了半圈 抽出匕首闻闻 怪笑着对老江说 嘿嘿 老奶奶不是说了吗 要打折土拨人的腿 他们的人太多 咱们不好下手 如果把他们的钱财全部弄走 您以为如何呀 长安米贵 居之不易 没了钱财 就等于没了腿脚 嘿 很想看看土拨人讨饭的样子 你说我到时候是给还是不给呀 老江的眼睛一下子就亮了 敲着马鞍子说 你看这样 老夫说的是气话 啊 听听也就是了 折损了家里的人手 可就不值当了 细柳营底下呀 曾经有一个汉代的墓葬群 当初家父啊 联合了六家盗墓贼 才算是打通了下面的永道 土拨人的营债 就算是啊 您说的法度森严 那也没用 我们从地底下过去 嘿嘿 只要您可以确定他们财宝的位置 嘿嘿嘿 我就能在一夜之间 把他们全部拿走 一个铜板都不给他们剩下 啊 如果还不满意 这地底下还有条暗河 被断龙石毒死了 只要卸开断龙石 暗河就会喷扭而出 这整个地面就会塌陷 哎 我们就算是拿走了财宝 也不会有人知道啊 黄鼠节节的怪笑出声 不再看吐蕃人 打马向旁边的一个山脊奔去 精神大战的老江立马跟上 黄鼠在地面上批拥不顶 可是到了地下 那完全就是这个混蛋的天下了 老江想想都得意 侯爷这都是从哪弄来的这些 奇人异师啊 说到地下呀 必须说说住在地下的刘芳 韩哲 善英这些人 三天的时间过得飞快 韩哲这几天 在乘风他们的精心照顾下 终于有了一点精神 还没等他想逃跑的办法呢 善英就拿出一团丝线 将韩哲捆得结结实实 对于高手 云爷从来都不马虎 看到丝线 韩哲痛苦的呻吟一声 原以为这些人呢 只不过是以刘芳为首 想要吞并洞行湖的势力 自己把全部的精力 放在了云爷身上 没有注意韩大先生 以至于被他乘虚而入 现在看起来 自己又一次输得一败涂地 这一切都该是出自云爷的手笔才是啊 真的也要留意 这一切都没有 你可能会找到 他这一切都能够 都没找到 那天他 没想到 你能够